大家好,这里是火星的花园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苗圃的苗 就是有很多花友说 它的绣球发芽了之后叶片有点黄 是怎么回事 这个其实是正常的 像如果我们没有换盆 冬天也没有买缓施肥的情况下 就是多多少少 它刚发出来的叶片都是稍微有一些黄的 因为一整个冬天都没有浇肥 所以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绣球长叶片是需要很多氮元素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它浇水融肥 其实是不足以支撑它的吸收利用的 所以就是都会稍微有一点黄 我们及时的去给它浇高氮的肥料 多浇几次 又晒晒太阳慢慢就缓过来了 还有一种黄呢 就是像这样子 它的叶外看着是绿的 然后叶片里面是黄的 像这种的话就是有一些缺铁 叶片变绿形成叶绿素的时候 是需要铁元素去催化这个反应的 所以就是如果在刚开春施肥的时候 里面缺铁的话 它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黄叶的一个情况 跟绣球的品种有关系 像雪球魔幻海洋蒙娜丽莎 它是本身就比较容易缺铁的 对铁元素的吸收利用不是很高 所以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整个冬天都没浇肥了 它开春温度高发芽 长得快的话 你浇水融肥的次数跟不上 然后浇的肥不多的话 它就容易出现缺铁的这种样子 所以大家就是当叶片这样子的时候 可以去给水融肥里面 去额外的添加一点点凹河铁 或者就是喷叶片 三千倍喷个两到三次 基本上叶片就恢复了 这个是之前换盆的一颗魔幻海洋 它也出现缺铁的症状了 像这个呢 就是因为你换盆了之后 它的这个土比较多 所以它干的比较慢 像这种旁边的小苗 我们基本上两到三天 浇一次的水融肥 像这个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 甚至有十天左右的时间 这个土差不多才干 我们才去给它浇一次水融肥 所以呢 像这个它就是叶片稍有一点黄 然后就已经出现缺铁的症状了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给盆土表面去撒一些缓氏肥 这样子的话 它慢慢的去释放肥 然后它每天都能够去慢慢的吸收肥 这样子的话就能慢慢的补过来了 还有一个对比 就是没有换盆的这个魔幻海洋 它的脚牙 还有它枝条的顶牙侧牙 都已经发的很长了 换了盆的才刚刚长出来了一点点 是因为你换完盆之后 它的根系要先生长 等根系扎到这个新土里面 长得壮一些了之后 根系多了之后 它枝条上的这些芽才会慢慢的发起来 就是换完盆之后 它要缓苗 其实缓苗期是比较长的 缓苗期也是长得比较慢的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着急 等到它适应这个环境了之后 就会长得比较快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就点个关注转发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